我们仍要认清自己 前提是要认清更广阔的东西 而更广阔的东西 最有力量的一个承载者 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哲学思维的训练 那经典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是死的 这个哲学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逐段逐句地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 波拉图的知识论 波拉图遵循苏格拉底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 他通过排除那些不充分的构想 来获得对知识的正确理解 也就是说根据波拉图的说法 真正的知识 它是客观的 然后它是靠人的感官 无法把握的 第三它是具有一种普遍性 它是普遍的 第四它是不变的 第五它是基于理性理解的 它不是靠启示 靠别的东西 理性可以理解的 因此波拉图他就严格区分了 感官的经验 在此时此地的领域 以及理性的知识 在不变永恒的领域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他进而就表明 所谓的感官领域的知识 和理性的知识 它们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相互纠缠在一起 按照他的说法 感官经验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的流变 或者纯粹的个别的 那我们会发现 特殊的事物呢 它会归属于一系列稳定的 普遍的范畴之中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 或者我们就根本无法辨认任何事物 也就压根不可能谈论他们 我们之所以还能谈论这些具体的事物 恰好是这些具体的事物 背后是纠缠着一些普遍的事物的 比如说 当我们谈什么汤姆 狄克 苏山和卷 这些各不相同的个体 它们不同的名字的时候 尽管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人 就是这个普遍的术语 去指称他们当中的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人 苏山是人 汤姆是人 乔治也是人 尽管他们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呢 他们在有的方面 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 所谓的这个通明 比如说人啊 狗啊 正义啊 被翻译为通明 以这个通明相对应的 是一个普遍者 普遍者就拥有一个通明 普遍者呢 就是指 那个范畴之中 所有事物的最根本的 共同的属性 构成的 那这个 因此呢 这个普遍者 它这里面加了一个着重号 比如说原型 它的这个对象啊 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看到的 像硬币啊 戒指啊 花冠啊 行刑的轨道啊 都具有原型 这一普遍者 原型就是所有这些 事物的普遍者 那同样 煤是一个普遍者 那煤包含很多特殊的对象 比如说玫瑰 贝壳 人 日落 油画 等等 这些都分享了 煤这一普遍者 那么具体的这些特殊者啊 特殊事物 它们会生成变化 消亡 但是到普遍者呢 是基于一个永恒的 不变的世界的 比如说玫瑰 它是由一个花苞长成 然后成为了一朵美丽的花 然后玫瑰又会褪色 变丑 但是呢 在玫瑰这朵花 背后所体现出来的 美这个普遍者本身 它是永远都保持不变的 那柏拉图呢 它用很多不同的术语 来表达经验当中的 这些持存者 或者这些普遍者 就是经验背后 不变的那个东西 作为基础的东西 因为它们是特定范畴当中 所有特殊事物共有的东西 有时候呢 它也会说 它们是正义 正本身 或者美本身 或者善本身 因为它特殊的事物 它共有 所以它就是本身 比如说我们有无数的桌子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叫桌子本身 那柏拉图使用这样的一个术语呢 它是想表明啊 它是在讨论 所探究的性质的 那种最纯粹的体现 就是它讨论的是一种 最纯粹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所谓的正义 它说正义本身 我们强调之 itself 就是它本身 不同于我们在人类事物当中 所经验到的 那些有缺陷的 有局限的 各种各样的正义的版本 这些正义的版本 是正义本身的一个 不同的表现 或者是它的投影 那么柏拉图呢 也常常使用另外一个观念 来讨论这种知识的对象本身 它用的这个概念叫做理念 或者idea 比如说正义的理念 善的理念等等 那因此呢 这些讨论所涉及的内容 有时候就被柏拉图 被称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 就是我们一说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基本就是说它有理念论 那这个用词呢 就把握到了一种含义 也就是说柏拉图啊 它所指的是一种非物理的事物 非物理的事物 是吧 比如说人的理念啊 它超过了人类物种的血肉的个体 但是呢 当然这个英语里面的idea 或者理念啊 它也指一个人心灵的主观的内容 那么在该词的这个意义上呢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意识啊 那么你的这个idea啊 你的这个观念 也就不复存在的 当然这是英语的局限 但是呢 柏拉图的这种理念呢 它是一种实在 它是独立于认识 他们的心灵而存在的 就是哪怕你的心灵不存在 但是idea这个东西 它是存在的 根据柏拉图的解释 比如说即使我们不存在 原型的具体的对象 我们平时看到的杯子啊 碗啊 等等等等 那即使我们没有看到过 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原型这个玩意儿 据说以前最 最原始的人 他们不知道 车可以造成轮子 用原型的轮子 这个造成车轮 那时候的车轮可能是滚动 可能是方形的等等 那么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 原型的各种对象 甚至压根就没有人的观念 没有想到过原型 但是原型的这种客观的 几何学的属性 也依然存在 也依然等着我们去发现 这就是理念的一种 先在或者先行 当然很幸运的是 柏拉图还用了另外一个术语 来表示这个理念 这个术语就显得比较的 这个客观一些 这个术语呢 一般现在给它翻译为像 实际上英文就是forms 这个forms注意 它是一个大写 是吧 就如果我们用的是小写的 FORM 那这个可能会发生一些混淆 你比如说我们后面读到 这个柏拉图 它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柏拉图的形式是 跟这个表象 或者这个质量 它是不可分割的 是吧 有形式因 有质量因 有目的因 有动力因 同时呢 在一个事物当中 形式就是实质 实质就是形式 就有点像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然后呢 到了我们知道 后面到了康德 他对于这个形式 跟质量的关系 又按照压里斯多德的 这种框架 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 很显然 那种形式 跟柏拉图这里面 所谓的这种像 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做一个区分 那柏拉图 那亚里斯多德 实际上是以他的形式论 来批判了柏拉图的像论 是吧 那很显然用像这个词 这个术语呢 他就不打会 就相比底练这个术语来说 他可能更能够正确地 反映柏拉图的意思 就不那么会误导人 因此呢 这个作者呢 他现在就把柏拉图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 称为像论 需要注意的是 某物的像 并不一定使之 它的外形 这也是我们要翻译成像的意思 不给它翻译成形式的意思 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讨论 三角形的像 那么实际上 是讨论三角形 本身的这种底练 那么三角形的外形呢 只是它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方面而已 那比如说 正义 正义这个东西 它也有像 那很显然正义这个像 以它的form 就具体的那种外形 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进一步强调了 我们不能把form 翻译为形式的原因 有些本体 可能它会有形式的反应 有些本体 它没有形式的反应 这是它的相问 下面我们再来看 波拉图的另外一个知识观 就是我们如何认识事物 如何获得知识 他说知识是通过回忆而获得的 在它的对话美诺篇当中 有一个叫做美诺的年轻人 他向苏格拉底提出来 有些智者所使用的一个悖论 以此想表明 对知识的寻求是不可能的 美诺是这样去表述这个悖论的 他说当你连它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如何去寻找它呢 你会把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当作你探索的对象吗 换一个说法 即便你马上反对 你又是如何知道 你找到的东西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种 循环的一种悖论的一种表达 一方面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如何去 产生这个认知对象的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如何知道 我们所找到的东西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那么换言之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在寻找 正义的这种意义 那么我们要么认识正义 要么不认识正义 可是呢 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 正义是什么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找它了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认识到正义是什么 那当我们找到它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能够认出它呢 这就是他所谓的这种悖论 那波拉图针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他给出的回答是说 这个二难困境的两个方面都是真的 我们既认识普遍的象 其实我们又不认识它们 首先我们是认识这些象的 因为它就刻在 或者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换言之 我们对这种终极的真理 或者实在的东西 或者固有的价值 是有一些所谓的天赋的知识 或者内在的知识的 那波拉图相信啊 在灵魂进入肉体之前 我们就直接的熟悉那些象 但是呢 一旦进入物理世界之后 我们的这些知识就被遮蔽 就被遗忘了 那这种遗忘观念 就解释了上面的二难困境的第二知 或者第二个方面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自己并不具备这种知识 可是虽然如此 关于象的这种知识呢 仍然在那里 就是我们认识不认识到它 它都在那里 但是呢 它等待着我们通过某种回忆 通过把我们的这种 记忆里面的一些灰尘 遮蔽给它去掉 那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一种认知的过程 那当波拉图谈到 灵魂的这种前世存在的时候 它会使用一些神话和故事 它认识到 我们对这些事态啊 不可能有具体的 细节性的科学的知识 不过呢 关键点在于 对生命究竟是获得 对生命究竟是什么 获得一种理解啊 这更类似于我们回想起某物 而并不是要我们去发现新的材料 我们每个人呢 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就是我们第一次 开始清楚地理解了某物的时候 但我们会意识到 我们其实已经对它 有了某种知识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啊 只不过呢 我们过去并没有完全地 有意识地去觉察到它 那苏格拉底就认为 正是这样的一种认知的一种经验 表明了知识的本质 对于理性的心灵来说 这个特定的真理 它是可以获得的 是可以独立于感官经验 而被认识到的 OK 那么现在它已经说明了 就是相 或者这个理念本身 它一直在那里 而且呢 是我们前身 我们的灵魂深处 就已经具备的 那因此我们认知的过程 就是通过回忆的过程 接下来 它会进一步问我们 那么如何触发这种回忆 就是如何开始这种回忆呢 柏拉图它的回答是 我们要通过苏格拉底 所开创的一种辩证 质疑 或者结问的方法 来达到这一点 这是教育的一种方法 教育不过就是开启 我们的回忆之门而已 但这个开启的过程 可能会有些痛苦 那么在美诺篇当中 这个苏格拉底 它是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 一个奴隶的男孩对话 在苏格拉底 它自认为是一种灵魂的助产式 或者思想的助产式 通过这个助产式 或者吹僧婆的 一系列的提问的帮助 那这位无知的学生 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他相当于是个文盲 但是即便如此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之下 他仍然能够认识到 几何学的真理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 比奴隶好像更高贵的人 那么在《非多篇》当中 那就是苏格拉底 他论证说 他说我们对于绝对的正义 美 善 平等等等事物 具有一个概念 我们实际上有一种先天的一种观念 虽然我们的眼睛 从来没有看到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们就会发现 感官的经验 和苏格拉底的辩证质疑法 并不能给予我们有关相的知识 就是他并不能 就是凭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知识 他只是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那些具备的 朦胧知道的 但又无法有意识把握的东西 经过这样的一种 诀问法或者教学的方法 让我们把我们本身 就具有的东西 给他开发出来 这就是一种教育的过程 和知识的过程 这是他要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教义 其实并不能带来全新的东西 教义不过就是认识到 我们本身的一种面目 就恢复我们的记忆 这是他的关于认识呢 那么波拉图 我们再来看他的 所谓的分割线 就是所谓的分割线 当然就是指 我们的这个 意见世界 和那种 议念世界的一种区分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 虽然波拉图 他也是感官世界 但是他用来阐明 他的知识理论的 那些最富有启发性的 弹路 都使用了具体的 那些感官的形象 比如说 他最有名的象征之一 就是对所谓的 分割线的说明 波拉图让我们 进行如下的一种想象 他说我们可以把一条线 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代表了 可见的世界 另一部分代表了 不可见的理智的世界 我们再把可见的世界 和不可见的世界 都按同样的比例 各分成两部分 那他们就象征着 相对而言的 更清楚一些的世界 和更模糊一些的世界 这就是他的一种 分割线的一种区分 那我们待会会看 他怎么区分的 在他对分割线的 这种描述当中 波拉图显然是 按照知识的程度 或者层次来进行划分的 而这种程度或者层次 是相对于那种 最本质的实在而言的 虽然我们在这一节的兴趣 是波拉图的这种知识论 但是我们要把他 与他关于实在的信念 区别开来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此波拉图 他地图展示的是 知识论和形而上学 或者和本体论 其实是并行不备的 随着我们的意识的 认知的阶梯 不断地向上攀升 我们的认知状态 就越来越接近真相 或者接近真正的知识 类似的 我们相应于 更高意识成绩的对象 也就是更完善的 更实在的 我们看这一幅图 它就表现了 这样的一种相论 那从这一幅图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就是人的心灵 它是沿着竖线 中间这根竖线 从一 然后向上 上升到二的 这波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通过了意识的四个阶段 或者四个模式 或者四个层级 最开始是一种 完全的无知 就是A 完全的无知 到了A 然后最后到了 最高一级 是纯粹的知识 纯粹的知识 那么这个 这个联系的这个过程 分为两个大的认识状况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下半部分 就是意见世界 上半部分 这就是一种理智的世界 或者知识的世界 或者说波拉图 它是把意见跟真理 是区别开来的 那因此了 这两个世界 它是对应着实在的 两个主要层次 意见世界 对应的是一种可见的世界 它这面图标里面 有一个著名可见的世界 或者叫物理的世界 这就是A和B 这两个世界 然后这个理智的世界 就是C和D 就是分别对应的这个世界 那么他们这两个世界 都会进一步的分割 那么意见的最底层 就是称为想象或者猜想 比如说我们的艺术的领域 我们比如说画一幅画 画一幅画 显然是一个想象或者猜想 这个想象世界 是对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说明 是对B的一种说明 而这种认知状态 对应着实在的边界 比如说阴影 影像 印象 错觉 梦想 幻想 包括艺术的表现手法 包括海事深楼 因此波拉图说 我们现实世界 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种魔本 而艺术世界是魔本的魔本 这也多少可以解释 波拉图为什么 对艺术家和诗人 会比较轻视 这就是处在认识和实在的 这个阶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类似的 当一个人满怀感情的 关心电视 肥皂剧里的角色的生活 把他们当成了真人 这就说明他处在认识 和实在的一种幻象的阶段 那么很显然 他就被欺骗了 不过我们不仅可能被物理形象 所欺骗 而且我们可能被聪明的语词 所创造的形象 所欺骗 因此有一些人相信了 那些智者派 或者政治家的这种 华丽的这种词照 还有他们 还错误地相信了 这些政治家 他们关于正义是什么的 一些错误的这种形象 所有这些都是困在了 那条竖线的最低的层级 就是在A 这么一个层级 那么他们把正义 就一种扭曲了的阴影 和真实的事物 就给他搞混了 这是第一个层级 第二个层级 就是常识的信念 我们来看图表 图表里面是在B 这一个层级 就是常识的信念 这一块 它相对于就是一个 现实的事物 就自然对象 或者文化对象 就我们的一种 物理时空的这个灵性 一个认识到了个别的码 或者一个特定的 正义的国家 但是呢 没有把它视为理想的码 或者完善的正义的 不完美的一种模本 或者体现 那么就处在这个层级 比如说我们看到 现实的国家 但现实的国家之上 其实是有理念 或者理想的国家的 是吧 那这就是这样的一种层级 那这样的一个层级的人呢 他具有的可能是一种 真的意见 但他仍然不是知识 这种真的意见呢 他就认为就叫做信念 信念记住啊 仍然是意见 他不是知识 他仍然是意见 这个知识是在上一个层次的 对不对 好 那正是因为他并没 为什么他只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就他没有理解 这个事物为何会如此的原因 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事物 而没有看到事物背后的这个像 或者理念本身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比例的 就比如说马在水中的印象 就就是A这一块 就是A就是马在水中的印象 水中的这个导引 然后呢 到了这个B 就是物理现实世界的这种马 它的比例呢 就等于整个可见的世界 就是A和B之间 就构成了一种可见的世界 它和C与D构成了理智的世界 是相对照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C和D是一个理智的世界 A和B是一个什么 这个可见的世界 或者现实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三个这个层级 就是C的层级 那么到了C的层级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自己进入知识领域的道路 它会朝着意识的更高的领域 进行过渡 它代表的是数学和特定科学的那些推理 这就是C这个阶段 那么用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所谓的思维 人的一种思维阶段 它也是像 但它是较低层级的像 但它也是知识 这是C这个阶段 那么认识的这个领域呢 在C这个阶段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的心灵把可见的对象 用作手段 以达到对理智世界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学习几何学 我们会在图上 我们自己画一个三角形 我们学习颜 我们可以拿一个碗 来给学生形象的解释 这就是颜 那很显然呢 那这些现实世界的碗啊 我们画的图啊 都是一种手段 但是手段呢 那是干什么的 是对理智世界的理解 比如说波拉图说 我们学习几何学的学生 使用图形和画三角形 来证明各种命题 但是呢 他所画的这些可见的线条啊 实际上并不是他的知识的 真正的对象 他在研究的实际上是 三角形这个纯粹的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对于最沉寂的知识的 比如说数学知识 几何学知识 我们会有很多的命题啊 公理啊 但他们这些知识都是一种什么呢 片段式的啊 是基于被视为致名的那种预设之上的 因为他是公理 他是不言致名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知识 他要变得更加的完善 就必须要把他们从非预设的第一原则那里 要给他推导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到了这个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低这个阶段啊 低这个阶段 心灵就出现了这个飞跃啊 就进入了最高的一个像 他体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直观 或者叫纯粹的知识啊 低这个阶段 那我们来看他的解读 他说在最后一个阶段呢 心灵就这个飞跃了一切预设和感性的拐杖 抵达了对纯粹的像的这个理性的直观 这些像是现在的 就逻辑在先的 我们可以 他不是从经验推导出来的 他是在经验之前之先的 我们反而是用这些像来推导一些刺激的 特殊化的知识 它是一个什么终极的原则 因此这个辩证过程的终点啊 是对整体的第一原则的把握 这个第一原则就是 无需进一步的解释或者证明 它是第一因 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他 那么柏拉图啊 成知识和实在的这个最终的原则 是什么呢 他用了一个术语就是善 或者就是善本身 善本身是万事万物的源头 但是善本身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们可能只能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 才能够描述它 那柏拉图呢 有时候他把善就描述为是一种太阳 是一个太阳 他说正是太阳啊 使一切有生命的这个事物的存在成为可能 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太阳的照射 我们看不到这些事物 类似的啊 善就像太阳一样 它是一切事物的存在 及其实在的源头 它就像太阳的光辉一般 使我们的心灵能够看见真理 那很显然在这里 他所发现的关于善知识 善的知识 无法用语词表达 道可道 非常道 因为善是语言能够传达的 特殊的真理的超验的源头 就是凡是我们用语言 能够传达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是特殊的真理 因此呢 最高的善是不可道的道 我们只能遭遇它 但我们能够遭遇它 后面海德格尔说 我们要以存在遭遇 是吧 我们能够长期的 潜移默化的 接受它的教导 以至保持亲密的关系 就是道在日用陨石之间 道也者虚于不可离异 是吧 那么直到终有一天 这个道啊 就像突然迸发出来的火花 在灵魂中产生 并立刻成为 自我保持的东西 这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中西思维的区别 那么中国人可能说 道可道非常道 就不可道了 然后呢 道是在日用陨石之间 道也者虚一不可离解 所以说我们就满足于此 但是呢 在波拉图这里 或者在西方思想这里 我们不仅说道是不可表达的 是一种遭遇 但是呢 我们有一天 道必须在自己的灵魂当中 生根发芽 成为了你的生命的一个部分 因此道必须还要成为肉身 还要进入我们的语言 这是中西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是吧 当然后来的基督教化的这种波拉图主义者 就把波拉图的这种善德理念 就等同于上帝本身 当然波拉图这个善和基督教的上帝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波拉图这个善 是非人格的理性的原则 是实在的基础 他不是一个仁慈的 与人同情同性的人格神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区别 OK 我们下面来看关于他的行而上学 行而上学就有因应与实在的关系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吧 像它是一种实在 是一种根本的实在 那么这个实在的 它有很多的投影 或者有很多的幻象 是吧 那波拉图因此 他就努力发挥苏格拉底的洞见 他要寻求 追求这些表面的现象背后的 行而上学的基础 那波拉图和苏格拉底都关注 在仔细的构造和理性的 推导出来的定义当中 去把握那些普遍的概念 以苏格拉底不同的是 苏格拉底他对行而上学 基本是不感冒的 不太感兴趣 那么因此呢 苏格拉底从来不会关心这些问题 比如说这种普遍者 这种像 这种理念 他有哪些内心的实在 不过呢 波拉图他会进一步的论证说 他说如果像是知识的真正的对象 那么知识就一定是 关于某个实在的东西的知识 知识不可能是虚幻的 变动不羁的东西的这个知识 因此这个像啊 从他的知识那里推出来 像必定是客观的 独立存在的实在 当数学家对圆的几何属性 进行推理时 他在研究什么呢 他显然并不是在检查 自己在经验当中 发现出来的那些圆环啊 戒指啊 轮子 相反 他是在用自己的心灵 去沉思这个圆本身 这个永恒的像 你叫圆的对象 都会发生变化或者毁灭 但是数学家所研究的 那个圆本身 它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不可能被改变的 是吧 那么如果像是实在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像存在于何处 这我们要进一步的追问 那你说像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波拉图看来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在何处 以及在何时 他问的永远都是 时空当中的对象 比如说你不能问 惩罚表存在于何处 惩罚表在你的理念当中 你也不能问正义 存在于何处 是吧 当然我们心灵当中 是拥有这些理念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在黑板上 但是 如果我们的心灵忘记它们了 如果那个副本被毁坏了 但是惩罚表里面的真理 仍然依然如故的存在着 那么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些真理 我们只是发现它们 这有发明和发现的区别 因此这个像的存在 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心灵 一切科学和记忆 只有涉及到像才能达到 或者完成它的任务 科学就是致力于真理本身的 比如说生物学家研究青蛙 它其实对具体的这只或者那只青蛙 本身并不感兴趣 相反 生物学家它力求认识的是 对所有的青蛙来说 都是普遍为真的那些东西 它要理解这是青蛙作为一种像的这种特性 类似的木匠它熟悉的是桌子的像 椅子的像 然后它用具体的木头 用具体的材料把这些像展示出来 但是那个像是万变不离其中的 因此现在我们就涉及到 柏拉图对变化问题的看法 那此前的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促使柏拉图走向了形而上学 其中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关于变化的问题 这个变化就像一个人鞋子里面的小石子 一直在刺激着希腊的哲学家 挥之不弃 如影随形 关于什么是变化 存在着一个悖论 就是说当你去拜访 你从很小的时候 就没有再见过的一个亲戚的时候 他们或许会告诉你说 哎呀 你变化真大 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 显然 他们是在说你和以前的你 是大不一样的 不过 你以自己年轻时候的区别 并不同于你以你的姐妹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 你虽然经过了时间的一种变迁 你仍然是同一个人 你还是同一个人 但你又不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知道在苏格拉姐之前 赫拉克利特和巴蒙尼的围绕变化 分别提出了两种极端的方案 去解决变化的悖论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 经验的世界一切都是变化的 永恒或者不变 只是一种幻觉 而巴蒙尼德 以及他的埃地亚学派的追随者 则声称 永久或者永恒 才是根本性的 变化仅仅是一种现象 从而消除了变化的问题 这两种立场 虽然是截然相反的 但是他们都假定了 是一种议员论的主张 这种议员论就是认为 实在从根本性来说 是以同一类事物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立场是正确的 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 那么知识就不可能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它是稳定的 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握 能够认识 但是巴门尼德的解决方案 也是令人沮丧的 因为变化显然是生命的一个事实 所以波拉图就相信 这两个人可能他们都错了 但他们又都是对的 他们错就错在 他们秉持了议员论的立场 因为他们过于迅速地假定了 所有的实在都是同一类事物 不过他们又都是对的 因为他们分别描述了一幅 完整图画的一半的样子 波拉图在综合了前辈的这些动见 以后提出了自己的综合性的观点 就在综合前人观点 然后整合出自己观点的各方面 波拉图是个天才 他采纳了他们的动见 但是又对他们进行了修正 消除了他们的缺点 波拉图他试图调和 波拉图特和巴梅里德 因此他提出的是 新而上学的二元论 也就指出存在着两种 完全不同的实在 他提出存在着一个 不断流变的世界 而一方面是一个 不断流变的世界 同时也存在着一个 永恒的不变的世界 那么这个流变的世界 就是我们在感官经验当中 所遭遇的自然世界 或者物理世界 因为它是不断的流变的 因此我们对它 不可能具有理性的知识 而那个永恒的 不变的世界 是非物理的 非自然的实在 它不处在时空当中 波拉图有时 称它为理智的世界 因为这种实在 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 这就是他的两个世界的气氛 我们知道这两个世界的气氛 到了后面的康德 就应用这种理论 提出来他的这种 认识论和能语学 一方面是人为自然立法 一方面是人为自己立法 所以说这是康德 在波拉图的基础上 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 又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整合 所提出来的一种哲学的创新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OK